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带给大家崩坏 新穷铁道角色花火攻略 新穷铁道花火 新版角色攻略 冲出自顾打破常规 花火配对光追仪器 显谈花火攻略实战注意事项 规规的攻略 作为第一个对单的 限定五星通鞋辅助位角色 花火的降临 少不了跟同样 使五星对单通鞋位的 富洛尼亚来处推比 的确 板牙跟花火在功能性上 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但是其在爆发式产点 或增双的覆盖上 还是有很大明显的区别的 花火和布洛尼亚并不矛盾 甚至可以让花火和板牙 共同拉一个C位 自线双拉的玩法 这边攻略 就让我们检查一下 新决策 价免于者花火 与经典的五星拉条 增双红鞋位 布洛尼亚相关的问题 如果感觉 将队伍里的布洛尼亚 替换成花火 对队伍的提升有限 还有必要考虑将红鞋位 换成花火吗 这个问题是要看阵容和配对的 不过阵容主C是静流 哈刃这样耗点小 增双需求范埋小的阵容 那么百压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主C是银月 希尔 景元 真理这样的阵容 那么花火是更优的选择 它带来的提升 会远远大于一斤的造价 性价比更高 花火能稳定 缠出大量的战绩点 并且增双的覆盖率更高 关于花火的胚数问题 花火将交于布洛尼亚 不需要特别的关注配速 由于其战绩的拉条 是使目标的行动提前50% 不像布洛尼亚 直接使目标立即行动 高速的花火 加上速度较低的主C 是比较通用的配速方案 可以将主C的速度鞋 解放出来 换上伤害更高的攻击鞋 来实现加强主C的输出能力 几乎完全不需要关注主C的速度 唯一的例外就是希尔 希尔是很独特的高速C 作为量子堆的花火 配速应该锐低于希尔5到10处 但是要大于134处 保证一回合两动 关于花牙双拉 不过我想要布洛尼亚和花火 共同拉条一个C位 会不会更厉害 这样的玩法要怎么配速呢 这种玩法是可行的 上限很高可以移试 但是推荐支配耗点较少 且输出模式稳劲的C位 类似于静流和阿刃 静流是很适合双拉的玩法的 当队伍里 同时有布洛尼亚和花火 以静流为例 静流作为C位 不需要堆结速度 花火作为领跑者 速度要减量对高 布洛尼亚的速度 要尽量紧贴的花火 否则花火拉完C位 主C行动完 板牙能再次将C位拉上来 否则花火 静流 板牙 静流 而行动模式循环 最后 谈一下花火支撑的缺陷 花火相调于布洛尼亚 缺少战绩的解控 而且对于拉条的角色 主C的输手频率和伤害量 几乎很大程度仰仗于同学位 一旦花火被供 就会拖慢整个队伍的输出 所以花火的配对力 很强烈需求霍霍 或者浮悬一类 带有解控的双策位 由于花火很需要速度的雏形 仪器特效上 也需要往速度次条上多倾斜 对于花火来讲 速度甚至比爆伤更加重要 因为它就相当于主C的斜着 所以 外圈这里只对建 风石剑套和信使套 风套能够自拉条 拉高自身的行动值 信使套呢 不仅能提高自然的速度 还能在释放终结级之后 提升五方全起速度 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内圈推荐龙骨套 加强支撑上效果提杠的同质 提升全队的暴击伤害 一般需求花火的C 也需求暴伤的提升 所以龙骨套是非常稳妥的选择 但如果是作为量子战剑辅助的话 强烈推荐梦想套 由于梦想套的套装效果可以叠加 你甚至可以让 储处C外所有的生存位和辅助位 都带梦想套 从而实现出出角色 30%的伤害提升 关于花火的队友 谢尔跟花火通属于量子角色 能持到行迹能力的增双 而且花火提供的暴伤加成 也是谢尔最需要的属性之一 战绩点解放的谢尔 可以一直打战技 更快地开出大招 核实出在线的能力 隐约更是一个非常需要战绩点的C位 有了花火的存在 隐约可以打出更多的三段强化A 输出能力大打加强 生存位推荐扶悬 扶悬拴拴抗控制效果的穷关阵 可以帮助花火和队伍抵御最大的威胁 而且浮旋与花火 同属于量子角色 也能帮助主C 吃到花火行系等地的增双 可以说是最满足花火各效需求的生存位 花火的专属光追 游戏承环 光追提供了光环以牙门增双效果 使队友的暴击率提高 宝伤提高 是很简单粗暴的增双特效 提高家常都在双暴区间 而且素质不低 然然可贵的是 这个光追的被动效果不唯一 不过可以 甚至可以让队伍内的同鞋角色 人手一个游戏神环 可以主C提供乘三的高额爆伤 有超能力的三个满叠的光追 主C带三个通鞋位 初出和面板都会达到非常恐怖的水平 就像在模拟宇宙里一样 其次满叠影的与行星相会 过往未来与无物 都是可以替代的下位选择 过往未来的增伤 覆盖战绩拉上来的主C 当前所带的回后数 但不适用于有追击机制的主C 与行星相会 只能作为量子战链的通鞋位式替代 能够提升权队量子角色24%的伤害 非常可观 55 则是舍及了光追的增伤 换来释放终结季后的权队提出 最后 我们简单的摊一下仙魂 一魂 全至怀疑 终结季的30%的伤害提高 原本效果持续两个回合 一魂之后可以持续三个回合 散动一代的花火 基本可以实现增伤的全覆盖 额外还加入了40%的攻击力增伤 对主C的增伤非常大 花火的辅助能力更上一个档次 二魂 虚构无端 无视防御力和减防区间 四 线性叠加 是满天赋效果可以使我帮 全体无视敌方目标24%的防御力 配合银狼的减防 达来的整体伤害收益非常可观 量子组C一般都是量子试剑套 加起来无视44%的防御力 也是很强力的一个仙魂 四魂 游戏人间 终结季 从恢复四个战绩点 变为恢复五个战绩点 花火在场时 战绩点格子也会从增加两个 变为增加三个 花火走向六魂的必经之路 这个新魂唯一的作用 应该就是能让别人一眼看出 是要满魂花火的大牢 六魂 多重解答 战绩能够提供更高的爆伤加成 并且爆伤的加成覆盖全队 非常利好 独C的整容 花火一跃变成软煤一样的 全队增伤辅助 辅助能力 堪制巅缝 作为欢愉的杏竹 花火的核心机制 在于打破游戏常规 让战绩点突破上显 花火的核心辅助能力 几乎都围绕战绩点的增加与减少 作为双爆增伤辅 和量子三阶的最后一块拼图 它的存在 给了量子体系队 主量的下限 并给电度合格的主C 客观的上限 花压双拉 更是开透了很好玩的新玩法 如果你是歇尔 活着隐悦的玩家 并且希望 他们可以在手中大放一彩 那么花火 是必备的条件之一 即便手中已有 练度和配置良好的布罗尼亚 花火也有其 不可取代之处 和优越的舒适度 记得关注再走